2023年5月5日,陕西师范大学的赵纳团队在ACS纳米上发表了最新研究 高效的近红外二区一型聚集诱导发光光明剂 通过协同的雕王铁死亡机制实现线粒体靶向光动力疗法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的光动力疗法PDT 治疗低氧肿瘤的方法 而低氧肿瘤是光动力疗法的主要障碍 有机近红外二区光明剂TPMDMA 在聚集态下通过低氧依赖型爱光化学过程 在白光照射下显著产生超氧因离子和抢击自由基 TPMDMA可以积聚在癌细胞线粒体中 而TPMDMA的光动力疗法会破坏细胞氧化还原平衡 导致线粒体功能障碍 提高致命过氧化支质水平 诱导细胞凋亡和铁死亡 研究人员开发了TPMDMA纳米粒子 以改善其药理特性 体内实验证实了TPMDMA纳米粒子在肿瘤中 具有吸引人的近红外二区荧光成像 引导光动力疗法效应 尽管该研究表现出潜力 但研究人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实验 以优化TPMDMA和纳米粒子的药理特性 并调查潜在的长期副作用 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将是优化光动力疗法治疗 和光敏剂在各种癌症中的应用 并测试潜在的长期副作用 优优独播副作用